字幕志愿者 像是ATT内有中国来的海底捞 走几步来到NIO19也有马辣 满堂豪在贵妇百货内都是连锁大品牌 我们大家对于干杯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做烧肉 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和牛的进口跟料理的分析 所以他们透过和牛进口跟料理分析 这个绝对的优势呢 可以在锅物上面去撞掉出它的差异化 台湾火锅市场一年上看商机300亿台币 让业者相继加入战场 尤其看好麻辣锅 像是王品集团就在2018年1月 推出麻辣锅品牌青花椒 你好 欢迎收看牛三拼盛宴 好爽牛肉盘搭配其他菜色 摆盘精致 让味觉视觉双享受 王品集团布局火锅市场 创了多达四个品牌 全台超过百家分店 年年都有新口味 带动集团八月合并营收16.1亿元 公司在供应的部分比较完整 然后我们可以满足各个喜欢火锅的消费者 那在各个价位的部分都会有一些品牌的部分 餐饮集团结合本业优势 纷纷跨足买麻辣锅 要在饱和的火锅市场拼出新蓝海 下一转注意方向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